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昭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昭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有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日本作家Pin Yehqi一郎 他的小说 标题叫做日间演奏会散场时 这是新经典文化 刚刚出版的综艺本的新书 在这本书 这个小说的这位作者 他在日本的文弹 有一个相当特别的一个记录 他在1975年出生 在日本爱知县 到1999年 换句话说 那一年他只有24岁 他就出版了 他自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不止如此 而且这个小说 就荣获了第120届的借穿赏 所以在日本的借穿赏的历史上面 Pin Yehqi一郎 他是所有曾经得过奖的人当中 年纪最轻的一个 24岁就已经得奖 而这一部日时 这一部小说 是依照Pin Yehqi一郎 他自己的描述 这个小说在台湾曾经出版过综艺本 这是一部描写中世纪末期 神秘主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 换句话说 这部作品呢 其实是应和了 1999年那个时候 整个世界小说 非常重要的一个奇幻蜂巢 跟上奇幻蜂巢的这个过程当中 Pin Yehqi一郎呢 选择了中世纪的神秘主义 来作为他的表达 不过这个小说能够得借穿上 也就意味着 Pin Yehqi一郎 除了那样的一种 奇幻的题材之外 他必然要在这个小说里面 放进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Pin Yehqi一郎 他的小说 另外一个重要的特性在于 他有一种非常高度的 思想的自觉 这也就清楚的反映在 这一本日间演奏会散场时 他为台湾读者所说的几句话 放在书的最前面 这一篇小的文章开头呢 当然是客套话 表示说 这本书能够在台湾翻译出版 觉得非常的高兴 然后解释了 这本书 这部作品呢 是原来是2015年 在日本的 Mind Yehqi一郎 每日新闻的早报呢 连载了十个月 所以 这当然也就 又提醒我们 日本的报业 跟日本的杂志的 改变变化 或受到 网络跟电子世界的冲击 显然比台湾呢 要来的平缓的多 意味着一直到现在 日本的主要的报纸 仍然有小说的连载 接下来 关键的重点就在于 冰 Yehqi一郎 他说的这些话 他说 从1998年出道 这也就是他最早写日时的时候 他说 我写的每一部小说的主题 跟表现的风格都不同 这倒是一件事实 因为在日时之后 他写过《葬送》 写过《低落时钟的涟漪》 《愧绝》 等等这些小说 每一部小说都不太一样 这也就充分的另外显现出来 平 Yehqi一郎 他并不是一个大众小说 类型小说的一个作者 他是一直坚持 作为一个纯文学的小说 只不过在他的 纯文学小说的内容当中 也就是跟随着 日本的基本的潮流 他放进了很多叫做 中间的内容 换句话说 他不单纯是以表现 作者的原创性 作为作品的主要的目标 对于读者仍然显现出 许许多多 比较体贴 比较容易可以消化 跟接受的一些主题 跟内容的写法 他说 这十年来 我特别将焦点放在 自己与他者的身份认同 描述孤独现代人的实存样貌 近代是以个人 也就是individual 这个概念所形成的社会 当然一同走在 这个时代的小说 也就是以个人 为基础单位的故事系统 然而我是什么 这个问题 在现今急剧的改变 在现今急剧改变 多样化的世界里面 有着更复杂的样貌 接下来很有意思 其实他就碰触到了 一点点的哲学性 个人是individual 但是呢 拼越其他要追究的是 比individual更加细分 或者是individual的部分 他就故意把英文 individual这个字 把它再切开来 只选了后面的这一部分 那就是divisual divisual就是divided 被分开来的 然后在日语的汉字里面 他就已经用了分人 这样两个字 所以他说我用分人 divisual 而不是individual 人如何被细分 或人如何被切开来 所以他会用这样的概念 写了down 跟请填满空白 等几部唱片小说 那什么叫做divisual 什么叫做分人呢 简单的说 就是应对每一个人际关系 而有的分化的人格 他要指出或者是 他要描述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在活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我们跟不一样的人的人际关系 会展现出不一样的分化的人格 我们在面对父母 面对情人 面对朋友 面对同事 或者是面对陌生人 一般的大众 我们都带着不同的面貌 而且呢 这些不同的面貌变成了persona 换句话说 过去的individual 他在各种不同角色中间 似乎有一个核心的自我 可是在更加急剧变化 更加分散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 我们的那个原来核心的自我 好像同时也就被切割开来了 那个核心的自我不见了 有的只不过就是 跟不一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的不一样的persona 这persona 这个字当然就有的 原来原意是来自于面具 所以他说 不把这些面貌当作表面的伪装人格 而是当作真正的自己而活 这就叫做 Divisualism 而不是Individualism 这就是Divisualism 分人主义的基本概念 他说 这些作品 似乎颇受经常质问 该如何在现代社会中 生存的读者喜爱 分人这个概念 不仅在小说里面 也在社会学 心理学 精神医学 社会福利 等各种不同的领域当中 广受讨论 更逐渐实际运用在 日常生活的各种场面 这虽然是很简短的一段 而且是充满了思想性 跟理论性的解释 不过对于我们 是有相当的启发性 的的确确 我们必须要思考 或者我们可以检讨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 我们原来所认定的 我是什么 那样的一个单一 或者是一致的一个想象 究竟是否还存在 或者是说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我们就是把 我们跟不一样的人的 关系的综合 当做自己 这个人的内容 以及 我是什么的 一个解答 所以他就说 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写的都是 这种具有思想性 也具有实践性 是社会的人际关系的 实践性的小说 在写了这些小说 告一段落之后 我忽然怀念起具备 逃避现实力道的 那种文学作品 所以这部小说 日间演奏会散场时 对于平野奇异郎来说 是他要回到 他更早的时候 开始写小说的初衷 是要从小说 借由小说 帮助人 不是体会现实 也更不是 更深刻的去重现 跟深化 现实所给予 我们的种种的困惑 而是反而能够让我们 从日常当中 可以解放出来 所以他接下来 他就说 那究竟应该写 什么样的小说呢 他说 我还是想思索 爱这件事情 在这个分裂 与对立的时代 爱才是人类 应该被重新 肯定的价值 所以我自然而然就想到 故事要跟美丽的音乐结合 尽管这个故事 带着非现实的憧憬 但仍是根基于 最现实的背景 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 因为这毕竟是 我们共同的立足点 所以在这里 我们也就 另外就碰触到了 这部小说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内容 因为这个小说的男主角 叫做事业充实 他的身份 是一个古典吉他的演奏家 所以这部小说当中 放进了许多 美丽的美好的音乐的内容 里面仔细的讨论了 古典音乐 尤其是吉他演奏上面的 各种不同的面向 包括里面也罗列出 许许多多古典吉他的 重要的曲目 乃至于对于 古典吉他吉他乐器本身 乃至于演奏的技法 都有非常细腻的铺陈 换句话说 这仍然是 必须要出自于一个 极为认真的 小说作者之手 他必须要对于 古典吉他的 上上下下 所有的这些细节 所有的这些内容 都要有一定的掌握 他才有办法 那么样的鲜活的写出 事业充实 这样一位专业的演奏者 他在面临到生涯的 关键的困扰跟困惑的时候 为什么爱情会进入到 他的人生 以及爱情跟音乐 又用什么样的方式 结合在一起 所以接下来 我们理解这幅小说 也是拼野奇一郎 就告诉我们 他所选择的男女主角 他说男女主角 很关键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都和他的年纪差不多 拼野奇一郎是1975年出生 所以到2015年 他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 他40岁 在另外一篇自序里面 他是这样描述的 他说这部小说 写的是 石野充实 和小枫养子的故事 我写这部小说 这本书的目的 不再揭露他们的生活 不过并非全然事实的故事 可能会破坏读者的性质 然而人生在世 有些秘密 可以脱虚构词不用写 也有些秘密 只能借由裹着虚构来写 我会守护 现实中的这两个人 但想以虚构人物 毫无忌惮 写他们的感情生活 所以他说 我遇见他们的时候 他们正在人生中途中 逐渐偏离珍贵 也就是快要到四十岁 步入敏感不安的独特年龄 这两个人都将近四十岁 这是他们的世代的背景 在刚刚念的这一句秩序里面 他引用了一句话 正在人生中途当中 逐渐偏离珍贵 这句话从哪里来的 他的深刻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休息一会儿 后来继续跟他聊 妈 你长期吃素 会不会缺乏部分营养啊 不啦 国民健康所谓素食饮食指南 都有在教哦 选择全骨杂料饭跟豆类 每天要吃水果 坚果 一份深色蔬菜 海带或紫菜 这些藻类补充B12 咕类也很有营养呢 对啊 而且你煮菜口味清淡不油腻 很健康呢 走啦 我们来去运动晒太阳 补充维生素低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即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老娃 今天难得咱们老同学一起吃饭 真的太开心了 老李啊 你喝太多了 我没喝酒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 我可以自己开车回去 不行不行 我帮你叫代驾司机 酒后千万不能开车 酒驾上到最不行 代驾回家好安心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道安委员会 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嗨 我是品官 认识台北 听见台北 感觉台北 尽在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广播FM93.1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造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答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介绍的书是 《拼叶奇异郎》的日间演奏会散场时 这部小说的综艺本 刚刚由新经典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在《秩序》里面 拼叶奇郎应用了一句话 说书里面所写的 这两位男女主角 石叶冲石跟小枫杨子 他们正在人生的中途当中 逐渐偏离正轨 这是来自于《担丁的神曲》 《担丁神曲》开头的时候 就是讲 这一位在书里面也叫做担丁的人 他就在他人生的中途上面 突然之间 他发现他自己迷路了 处于不知道如何 就是说不清楚的状况 等到他一回神 他已经陷入迷失在黑暗的森林里面 在那个黑暗的森林里面 他体会了各种不同的威胁 尝到了各种不同的恐惧 一直到他的导师为己而出现 然后带领着他 开始了这个漫长的旅程 这个漫长的旅程 从地狱开始 接下来经历了炼狱 一路上到了天堂 这是神曲 让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 一个重要的典故 所以他特别选择了 这种在人生的过程中途当中 陷入到迷惘当中的人 或者用更通俗的话 也就是正在经历 中年危机的一男一女 这两个人 他当然是虚构的角色 他们许许多的经历 也只有在虚构的 这种小说世界里面 才有可能 不过刚刚在跟大家介绍 前面在跟大家介绍 平野奇一郎写给 台湾读者的话的时候 也就提到了 其实是他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在写 具备有思想性 也具备有现实 社会性的小说 所以虽然他想要改变 自己所写的小说的功能 想要在这样一本小说当中 提供给读者 藉由虚构可以稍微逃离现实 甚至可以去享受 在非现实的环境底下 极度浪漫 浪漫到近乎不写实的 这样一种爱情的感受当中的效果 不过毕竟他对于现实的关怀 不可能完完全全的被放下来 所以在这部小说当中 他刻画 他铺陈 这两位男女主角 他们的背景 其实仍然具有高度写实性的 他所选定的 这两个人原先从他们的 不管是工作或者生涯上 非常重要的是 他们没有相遇的道理 这两个人一个是 活跃在日本的古典音乐界 跟唱片界的一位吉他手 这个吉他手呢 当然他的演奏的生涯 从最早在法国得到了 古典吉他大赛的首奖之后 一帆风顺在日本呢 已经进入到他演奏生涯的最高峰 即使是经历了古典音乐的 种种的转折变化跟没落 他的CD唱片仍然有一定的市场 唱片公司仍然对他抱持了高度的期待 而且这个时候 他的人生正在这样的一个 关键的转折点上 唱片公司邀请他 这个时候希望面对更广大的听众 不只是原来听古典音乐 听古典吉他的这些听众而已 希望借由他的这个优异的演奏 已经建立起来的名气 开始灌入跨界的唱片 也就是要用古典吉他的技巧 改编这些流行音乐 而用这种方式来发行一张新的CD 这是石叶冲使在遇见小枫养子的时候 他的生活上面最重要的一件事 而小枫养子呢 是有着日本妈妈跟南斯拉夫父亲的一位混血儿 虽然他会讲日语 但他生长成长的环境并不是在日本 只是因为妈妈后来搬回到长期 所以他不时会回到日本来去看妈妈 去探望妈妈 在西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 小枫养子充实的是记者的工作 而且呢 他是非常非常尖端 具备有高度新闻自觉性的一个 走在最前线的一个记者 所以当他遇到石叶冲使的时候 他人生的另外一个转折 他正准备再度到伊拉克去 而这个时候小枫故意刻意的就选择了 这是2006年 也就是美国入侵伊拉克进入到第三年 这就是美军在伊拉克最糟糕最糟糕最痛苦的时候 经历了2003年刚开始入侵的时候 一帆风顺的征服 再下来经过了逮捕了撒旦胡圣 然后审判撒旦胡圣 看起来正在慢慢收拾伊拉克的情窗 可是从2005年到2006年 整个局面突然之间失控 甚至有一段时间 美军一个单月的阵亡 受到各种不同的服袭 各种不同的游击战的这种攻击 在一个礼拜当中的阵亡的人数 可以超过本来他们在2003年 从登陆入侵伊拉克一直到打进到巴格达 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争亡人数 所以那是最糟糕也是最危险的一个时候 小凤洋子这个时候 他正准备以记者的身份 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伊拉克 进入到巴格达去 所以两个人的的确确在小说里面 他们都是在人生的转折点 而这人生的转折点 另外也都牵涉到了 非常重要的现实的因素 这个现实 尤其是跟小凤洋子 他的经历 以及他的人生 是密切相关的 这个时候小凤洋子 另外他有一个未婚夫在纽约 纽约的未婚夫所从事的 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行业 虽然他的主要的身份 是一个经济学者 但是这个时候 也就证实美国的整体的金融市场 经历到大变化 这是最激动 而且是最volatile 也是感觉上最有机会的一个时刻 所以许许多多 包括学数学的 学统计的 当然也就包括了 学经济 尤其是建立建构 经济模式的这些学者 也都被大幅的recruit 被大幅的吸收 进入到了金融市场 帮金融市场设计各种不同的新的产品 这是2006年 当然在小说里面 随着时序的变化 这2006年的这样的一个金融的环境 必然要碰触到2008年的巨大的金融海啸的来袭 金融海啸来袭的时候 这个时候 小峰杨子嫁给了他原来的未婚夫Richard Richard就是卷入在这个金融海啸当中 其中的一环 这一环 也就是他以一个学者的身份 设计了各式各样的贷款的模式 因此让当时的美国的房贷的市场 产生了各式各样高风险的产品 把这些产品卖给了一般的老百姓 让这些老百姓拿出钱来进行投资 或者是用他们的房子借了高额的贷款 这种奇怪的泡沫性的结构 到了2008年毕竟支撑不下去 因此就在这个时候 从美国卷起了整片的金融大海啸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小峰杨子其实他的身上 一直不断的残卷着 从美国到全世界的这个现实的因素 这个现实的因素折磨着他 这是他在时野充实这一位 本来看起来跟他的生命 不应该有任何关系的跟男人身上 寻找未解 而且找到未解的其中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背景 而时野充实跟小峰杨子 他们两个人之所以会彼此吸引 又有另外一段 在小说里面非常有意思 而且非常感人的一段 这一段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对话 而且这对话呢 甚至不是两个人私下一对一的对话 而是在跟一群人 大家在聊天的时候 聊到了小峰杨子的回忆 他回忆一件事情 那就是回忆到他的外婆 外婆跟他的关系非常的亲近 小峰杨子说 日本的外婆对我是很重要的人 外婆呢 因为跌倒而去世 他跌倒的时候 撞到了院子里的石头 那是一块很大一块的天然石 他说 我小时候 常常把这块天然石头 当做桌子 摆上南天竹的红果石跟绿叶 跟表姐妹一起玩半价加酒 想不到那块大石头 后来竟夺走了外婆的性命 就从这里接下来 他就说了一句 当时当场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理解的一段话 意思就是说 那一块后来夺走外婆性命的石头 我小时候却在什么都不知道 在那里玩得很开心 他觉得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 变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没有人听得懂 他是什么样的感受 只有当时在场的石也冲石 石也冲石就说 杨子是在说回忆的事 外婆因为那块石头过世 所以儿子的记忆 就不可能再维持原来的样子 不管怎么样试图区分 在脑子里那就是同一块石头 所以一想到还是会难过 就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下 小峰杨子被感动了 因为从来没有其他人 会用这种方式理解 他对于这块石头的 那个奇怪的感受 更有意思的是 因为石也冲石 他是一个音乐家 所以平野奇朗安排 他在小说里面 又用音乐把回忆 那个跟石头有关的回忆 说了这样一段话 这一段话很值得我们认真地听一下 认真地想一下 他说音乐就是这么回事 从最初提示的乐曲主题 一路看到最后 然后再回头看 会看到怎么样的风景 贝多芬的日记里 有一句迷样的文字 傍晚会看尽一切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什么 若问杨子 因为杨子懂德文 杨子或许能告诉我们 不过我想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随着乐曲的发展 会发现 哦 原来这个主题 带有这种可能性 如此一来 这个主题听起来 就不会和原来一样了 在不知道花朵全开的样貌下 凝视的花蕾 等到知道花朵全开的样子后 在回溯的记忆里 就不是相同的花蕾了 音乐并非指向未来直线前进 也会一直像这样 朝着过去展开 如果无法理解这一点 就完全不懂 副隔这种形式的奥妙 这一段话 本身非常的奥妙 值得我们玩味 推荐给大家 平野奇异郎的 日间演奏会三场时 感谢您的收听 明年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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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